大家好,我是大康 本期继续来看 称霸日本五大推理榜榜首的 现象级推理夹锁 《喜鹊谋杀案》 畅销书天王艾伦·康威 追溜身亡 他创作的庞德泰案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 《喜鹊谋杀案》的最终章 却下落不明 起初,图书编辑苏珊认为 艾伦以身边人为原型创作的《喜鹊谋杀案》 透露了某个人不为人知的秘密 才会遭人杀害 于是苏珊仔细阅读了很多遍小说 却依然毫无头绪 就在案件调查毫无进展的时候 苏珊收到了匿名人 寄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中苏珊的男友安德鲁 正试图将艾伦推下天台 苏珊不敢相信隐前的一切 印象中 艾伦和安德鲁曾在同一所大学教书 但安德鲁也说过 自从艾伦出名后 他们就断了联系 安德鲁为何要说谎 他究竟是不是杀害艾伦的凶手呢 第二天 苏珊前去询问艾伦的男友詹姆斯 认不认识安德鲁 詹姆斯想起 艾伦出事前确实曾提过这个人 说此人想来借钱 但艾伦并不打算把钱借给安德鲁 这时詹姆斯想起 艾伦出事那天 他被赶出庄园时 曾看到艾伦的姐姐克莱尔来到庄园 当时他清楚地记得 客厅茶几场放着一本答应好的喜鹊谋杀案 然而这本初稿 却在艾伦坠楼身亡后消失不见了 詹姆斯怀疑很有可能是克莱尔偷走了初稿 对此 克莱尔承认 当他翻看喜鹊谋杀案的初稿 发现自己作为角色的云形 竟然被描写成愚蠢可笑的形象时 他大为恼怒 于是拿走了初稿 并焚烧殆尽 不过克莱尔也强调 他只是偷走了初稿 艾伦电脑里的撕调被删除 以及手稿被窃 都与他无关 苏珊询问克莱尔 这不知道喜鹊谋杀案的凶手是谁 克莱尔摇了摇头 表示他对这本小说只有厌恶 根本没有阅读的兴趣 调查了一圈 案件依然毫无进展 苏珊决定跟男友摊牌 他拿出了一名人寄来的照片 这位男友是不是杀害艾伦的凶手 看到照片后 艾伦鲁也很震惊 因为事实的真相 根本不是照片中展现的样子 这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凶手 在故意陷害他 真实的情况是 艾伦鲁想回老家西大开酒店 因为启动资金没错够 并找艾伦商量参股投资酒店 起初艾伦回绝了他 可是后来 当艾伦得知 安德鲁是苏珊的男友后 也许是出于想要继续控制苏珊的目的 便立刻改口 答应借钱给安德鲁 当时他们在天台 安德鲁也只是给了艾伦一个大大的拥抱 对此 安德鲁强调 既然艾伦已经答应借钱 他又怎么可能杀害艾伦呢 而且如今 律师已经把艾伦答应借的钱给了他 足以证明他并没有说谎 第二天 苏珊和老板查尔斯 情愿参加艾伦的丧礼 路上二人分析起了 喜确谋杀案可能的凶手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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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家里面 当 Mary Blakiston fell 或是 pushed down the stairs 他工作了 在洪洪 当 Sir Magnus 被刀 他也在那里 当 Sam died 这两个死亡 可能会被刀 优优优独播剧场 因为他被判断了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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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洪洪 是的 如果他被刀 unfaithful 苏珊和老板查尔斯显然更倾向于认定 小说中的凶手就是男爵的妻子 葬礼上苏珊看到艾伦的儿子 对于父亲去世一副默不关心的样子 便上前打听得知 由于艾伦出柜 艾伦的儿子也遭到同学的嘲笑和羞辱 因此他对父亲充满了恨意 不过在苏珊看来 这份恨意已经埋藏已久 除非又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了儿子 不然艾伦的儿子 也不可能将埋藏已久的恨意付诸于行动 艾伦坠流身亡 最大的获益人是艾伦的男友詹姆斯 由于艾伦生前有修改遗嘱的打算 所以詹姆斯完全有为了保住遗产继承人的身份 而杀害艾伦的极破性 可是艾伦遇害当晚 詹姆斯人在外地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显然凶手不可能是他 艾伦坠流案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凶手动机不明 这时苏珊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艾伦写的那封遗书 和小说中警方在男爵遇害信场 找到的恐吓信 有着同样不合理的地方 不同之处在于 艾伦遗书的内容是手写的 而信封上的地址是打印的 而小说中的恐吓信则恰恰相反 内容是打印的 信封上的地址却是手写的 小说中 凶手应该是烧毁了手写的信件 将男爵竟然收到了恐吓信 塞进了信封中 以试图误导警方凶手发案的动机 那么现实中 艾伦手写的遗书 被塞进了印由 打印地址的信封中 又透露了何种信息呢 索算结合 艾伦的凤遗书 不太像是本人 平时说话的习惯和语气推断 那凤遗书 会不会是《席雀谋杀案》 遗世的最后一章的内容呢 毕竟 《席雀谋杀案》 是庞德系列的最终章 庞德的侦探生涯 即将落下帷幕 她留下一份遗书 交代后事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因此 如果苏珊推理没错的话 违造遗书 并且有方案时机的 就只有可能是那个人 可是艾伦被害 对于凶手来说 根本没有好处 她的方案动机 又是什么呢 这时苏珊看着艾伦 创作的九部 庞德系列的书名 发现了一个亲人的秘密 将这些书名的首字母 连在一起 竟然是 Anagram 一个意味四谜 苏珊详细 艾伦的姐姐曾说过 艾伦并不喜欢写推理小说 她更喜欢写真面实弊的文章 但那些文章评价其低 远没有庞德系列受欢迎 所以从一开始 艾伦就恨透了阿提库斯庞德 而将阿提库斯庞德 这个名字作意味拆解 便拼出了一个新的词语 一个傻傻 凶手的动机终于浮现 考虑到艾伦患癌时日不多 如果她将这个 充满恶意的梗公之于众 对于读者观众 将是极大的打击 甚至那些打算 将庞德系列拍成电影的公司 也会打敲念头 最要命的是 城市梅迪 也要取消收购 CNA草图书公司的计划 因此凶手 必须永远地让艾伦闭嘴 阿臣兄 就是苏珊的老板 查尔斯 之前 在去参加艾伦的葬礼时 查尔斯曾提醒过苏珊 前方正在施工 他们应该热道而行 也证实了查尔斯 近期曾去拜访过艾伦 苏珊前去查尔斯的办公室 果然翻到了 完整版的喜鹊谋杀案 如他所料 那封所谓的艾伦的遗书 正是喜鹊谋杀案 最后一章的内容 查尔斯发现 苏珊知道了全部的真相 变成苏珊不备 打晕了他 并一把火烧了公司 试图掩盖所有的罪行 就在苏珊即将葬身火海的时候 男友安德鲁赶了过来 原来安德鲁 派脱销手机算机专业的同事帮忙 因应查到那张陷害他的照片 正是从三叶草突入公司发出来的 因此他才会赶来 并救下了苏珊 苏珊将喜鹊谋杀案 带离了火海 在查尔斯受到逮捕的同时 喜鹊谋杀案的真相 也终于水落石出 庞勒召集众人 准备揭晓真相 庞勒表示 管家之死确实是一起意外 就像是派一太太所说 众云二楼的电话坏了 只能去一楼接听 当事院厅 听到电话铃一直在响 正是因为管家忙着接电话 不善被电信半导意外摔死 可也正因为这起意外的发生 才导致了后来 派一男爵遭人杀害 庞勒表示 他一直有个疑惑 为何管家可以在小儿子 溺斃的地方 一直生活下去 难道不会勾起他痛苦的回忆吗 直到后来 当他得知 管家明确反对大儿子罗伯特 和黑妹结婚时 说的那些话后 终于想明白了 这背后的真相 这段对话中 管家反对大儿子和黑妹结婚的理由 是不想后代被污染 当时黑妹的解读是 管家嫌弃了他的肤色 但实际上 管家的意思是 他不想让大儿子罪恶的血液 污染黑妹的家族 庞德表示 管家将大儿子穿在身边 要求大儿子去哪里 跟何人见面都要报备 不是因为当年 小儿子意外身亡留下阴影 想要过分保护大儿子 而是恰恰相反 他是担心大儿子 又做了丧尽天良的事情 看到众人流露不解的神情 庞德解释道 当年管家的小儿子 并非死于意外 而是被大儿子活活溺毙 动机或许只是因为 嫉妒弟弟 更受父母的疼爱 由于只有管家的房间 可以看到湖泊 想必当时 管家也目睹了 这一人文惨剧 发生的全过程 庞德表示 当时院丁将小儿子的尸体 抱回岸上时 大儿子跳到湖里 装作担心弟弟的样子 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 早就浑身湿透了事实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心思 难怪管家会这么提防自己的儿子 当然 管家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危 如果有一天 他能没人献到儿子 为了摆脱他的束缚 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情 他该怎么办呢 于是 管家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写一封信交给男爵 交代男爵 如果有一天 自己死于非命 就打开这封信 而这封信上 正是记载了大儿子 当年杀害亲兄弟的罪行 这么多年 大儿子一直被母亲威胁 被迫住在庄园里赎罪 自然也是因为知道那封信的存在 所以当管家意外身亡后 大儿子也开始慌了 他担心 那封信会被男爵打开 并想偷走信件 可是他根本打不开保险柜 所以只能制造一起偷窃事件 然后等待男爵回来 检查保险箱 后来 男爵果然打开了管家的信件 也知道了大儿子的罪行 为了销毁信件 大儿子只能选择 杀害男爵 可是大儿子烧毁信件时 却犯了一个错误 他把恐吓信的信封 连同管家的那封信一起烧了 所以后来 他只能将恐吓信 塞进了管家手写的那个信封中 如今警方只需要对比信封上的字迹 便能确定那上面确实是管家的笔迹 黑妹往往想不到 男友竟会是如此穷凶极恶之徒 他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而邱博督查也将罗伯特逮捕归案 《喜鹊谋杀案》的作者安东尼·霍洛维茨 是英国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 编剧 他曾参与过多部大侦探波罗 和人民暗世界部系列剧的改编 案情和人物的设定 也深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精髓 而他个人最得意的作品 则是巧妙结合二战真实的历史事件 从披靡视角 展现战争意买下人性动荡的推理剧 《战地神态》 这些作品呢 我过去也都解说过 目前还在持续更新中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翻译一下之前的视频 没点关注了可以点下关注 今后就能即使收到我视频 更新的推送信息 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 我就立刻为大家解说 国产行政推理的巅峰之作 刑事真机党i系列的经典案件 还请大家多点赞支持 敬请期待